進行到第二回合 剛才講到黃莉的接腿 其實呢我們的莉塔也是很會接腿的 但是呢今天 好 又是接腿 現在有點固執的嫌疑 要看看 看現在我們的藍方莉塔 其實她的報價有點太高了 雖然保護住她的額頭 但是她整個肋骨都是露出來的 其實這樣的報價是比較不妥當的 喔 該很快的一個高掃加一個後直的點擊 打到了黃莉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莉塔 現在開始保持她的距離 那雙方因為整個身高有將近十公分的差距 所以只要我們的莉塔把距離拉開來的話 其實黃莉會比較吃虧的 那黃莉的策略她這場比賽 她就是說她要打陣地戰 所以看到我們的黃莉就是一直往對方的陣地裡面壓 這就是黃莉的策略 喔 突然正登 登到臉部了 我們的黃莉後手直拳出去的時候 她拉弓動作不要太大 還是有一點拉弓動作 對方會看到就跑掉了 那相對的 對方有一個前手直拳點得很快 好 這一招 後腳高掃加後手拳 中了好多次啊 所以我們的黃莉要特別當心 提防她這一招 其實每個人的招式大概就那幾招而已 把她勘勞一點 勘緊一點就沒事了 好 那當然 喔 現在黃莉的怒吼 那第二回合其實兩個人還是打得很穩 代表她們在內臺上的經驗都是非常豐富 接腿 現在 莉塔面對黃莉的接腿是不慌不忙 保持她的平衡 再進行她的一個防守反擊 現在我們的黃莉比較可惜 她如果太近的話她的後手拳是出不來的 所以要把距離稍微控制一下 你只要以打後手為主還是打前手為主 這兩個距離的保持是不太一樣的 給黃莉一個前腳的小編腿 開始 黃莉可以多做一下後手拳了 因為 黃莉的前手是推 推是有她的力量 但是她的一個造成的損害是不太夠的 只是說 黃莉的前手是很準的 所以點到我們的莉塔的下巴 好 好 第三回合對於黃莉的體力是一個考驗 過去她因為前兩回合衝太快 導致於她第三回合有時候體力會下滑 那這三個比賽呢 她體力分配來不錯 她沒有一開始都把體力用完了 所以到第三回合看出來 你看那個我們的黃莉開始乏威了 好 想側帥 但是 這個角度不太對 但是看出來 藍方的一個防守反踢 也開始得手了 現在黃莉的後手拳打進去 好 其實黃莉不要光想的接頭 還是要多做點進攻 對 因為有時候呢 對於對方的來腿 黃莉都想接的話 就失去這個用正拳迎擊的機會了 好 這一波的攻勢打得蠻火烈的 好 藍方剛剛這個動作沒有意思 把他的後腳跨到前面 做一個換架的一個重拳攻擊 藍方做了一個前作 小心點 喔 現場觀眾一陣驚呼 對方倒地之後那一腳不能補上來了 好 反正踢到對方頭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犯規動作 好 接腿中擊 這場比賽黃莉有進步了一點就是 他的節奏打得非常的分靡 打得非常的穩 再來的話可以多做一點組合 組合多做一點 現在兩個人都是單發的一個攻防 後手拳 但是黃莉的後手拳 整個腰跟肩膀 尤其肩膀要壓進去 我們再看一下黃莉的後手拳 就是那個右邊的肩膀沒有壓 可惜了 壓進去的話他的後手的距離會更長 而且威力會更大 然後接腿之後 其實對方也蠻固執的喔 黃莉很會接 但是呢他就是一直踢 然後踢給黃莉去接腿 其實如果這個掃踢的威力很大的話 你可以一直用這一招 去踢對方的肋骨 但是呢你自己掃踢的威力不夠 一直讓對方接的話 反而是挨打 所以有時候頭腦要靈活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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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走